欢迎来到泰拉瑞亚纯召唤师生存第九期 你们的热更据UP组又回来了 本期点赞过5000 我将在明天更新下一期 好,我们开始今天的游戏 上期视频我们轻松击败了肉3 终于进入到肉厚的世界了 接下来就看看我们纯召唤师 在肉厚世界混不混得下去 这俩货还是没有卖森林金堂 是不是离我这个公寓离得太近了 我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又给他们修了两间房 不要让我失望啊 好,可以 诶,刚修好物事就住进来了 我就说我的房子很紧俏嘛 绝对供不应求 重新让他俩住到这边来 我突然发现我雪地的金塔又不能用了 那俩货居然住回去了 这么舍不得我吗 我看一下这个房子是怎么回事啊 检测一下先 啊 死房间已腐化 腐化之地蔓延过来了 之前造的离腐化之地太近了 没想到这一点 又要搬家了 给他换到远一点的这个湖边来住吧 我们在这里修 好,两间房子建好了 我们把哥布林跟电弓妹换到这边来住 顺便把那边的金塔也楼过来 搞定 我准备趁着暴雪天 先来雪地刷一个冷鞭 哇,真的是狂风暴雪 我们先干碗热粉暖暖身子 诶,冰雪巨人就来了 我猜刚过来他就来了 可以可以 我们这个运气相当不错 哇,他伤害好高 哇,他伤害好高 有点顶不住啊 一激光给我打四分之一血 完了完了,要死要死要死 再飙我一下我就没了 我不服,我非要弄死他 再来 刷了个快走时钟 还可以 我已经在寒风暴雪中等了他十几分钟了 哦,来了来了来了 终于来了 等你这么久 我要暴雪 我现在左右横跳,诶 撞上去了 完了完了完了,又要死,又要死,又要死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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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到洞里了 完了完了完了 诶,诶 他好像打不到我,但是我还是在掉血 我还是在一直掉血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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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 只剩一格血了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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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停了 一丝血给我稳住了 哦 而且他好像打不下来 我的召唤物正在上面疯狂的殴打他 有戏有戏,就这样磨着 不要下来怪,不要下来怪 我现在再让人摸一下就死了 我现在简直就是弱不禁风啊 别下怪,别下怪,别下怪 哦 还好还好 我只要一直站在这里挥边,应该就没事了 我再慢慢的回复血量 哇,这个太难打了吧 怎么打这么久还没打死他 我们现在掉在洞里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所以大家以后打他的时候 就建个房子或者挖个坑去赖他算了 又来一个 还好 我现在已经有一管半的血了 算是脱离了危险期了 不敢上去 哦,终于死了 不容易不容易 寒霜盒拿到了 好像打了一个boss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寒霜盒 除了冷边以外 还能做一些什么 还可以做寒霜套 好像是增加远程和近程伤害的 它对我们的作用不是很大 那么看冷边吧 冷边基础伤害就有81啊 这么高 我神级鞭炮才74啊 是不是加强过了 需要光明之魂和黑暗之魂 那我们要去刷一点了 先来神圣之地的下面刷一点光明之魂啊 光明之魂跟黑暗之魂各要8个 我感觉打起来还好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光明之魂已经刷过8个了 再去刷8个黑暗之魂 我们先回去 这个可恶的女伤居然跑到蘑菇岛来了 我们看一下它卖什么好东西 中式连盾 哇这个好像很强的样子 可惜我们不能用 奇异玩具 又是一搏金 我们买个每秒伤害技术器算了 再来地狱刷点黑暗之魂啊 嗯?怎么是小蜜蜂 我车呢? 怎么又是光明之魂 啊?我怎么死了 我就说在地狱多半是被烫死的嘛 打了半天一个黑暗之魂都没打到 是不是找错地方了 诶?这不是碎售关吗 还会我买了净化粉 诶别打了别打了 差点给我打死了 看一下 可以收点钱 诶?看我发现了什么 长得跟其他的妖艳水晶不太一样的 圆圆的 这个就是硬币 这个就是 明胶 可以召唤史莱姆皇后的 挖的好慢啊 终于挖过来了 看来我们得换个稿子了 好 明胶水晶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房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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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效果 有一个两分钟的移动和采矿速度增加20% 相当不错 看一下这个斧香狼还能做什么东西啊 这个属性确实可以 奥秘花 侦察镜 枪的这是枪用的 潜行者箭带这是弓箭使用的 那没有近战的 可惜了可惜了 可以做一个哥布林数据仪 可以可以 又节省了两个空间了 我现在是准备好了八个光明之魂和暗影之魂 我们来做一下冷边啊 诶 怎么没有啊 找向导问 啊 需要秘银针 啊 那我们还是得去挖新山矿才行 首先要做一个熔岩稿 需要20个玉石钉 我们现在手头上不够了 现在玉石钉够了 我们做一个熔岩稿 智商 还行吧 先挖一点骨矿 又有名胶 这个名胶我们建一次挖一次啊 史莱姆皇后我们肯定是要多打几次的 挖了一些骨矿 我们先做一点骨定 然后再做一个骨稿 我比较喜欢钻头 我就做一个骨钻头吧 再来挖一点山铜矿 这个的挖矿速度还是相当不错的 正好旁边还有一个蜘蛛洞 我们打一点蜘蛛牙回去 做一个蜘蛛法杖 蜘蛛套我们就先不做了 毕竟这个黑钥匙套真的太香了 我感觉蜘蛛套并不比黑钥匙套强 到时候我们一步到位 换一个更好的套装 刷到了19个蜘蛛牙和一个抛光剂 回去吧 做一下蜘蛛法杖 这个蜘蛛套感觉属性一般般啊 我们直接做一个蜘蛛法杖就好了 48点召唤伤害 我们的小鬼法杖只有27 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那我们就先用蜘蛛法杖吧 又血月了 很多朋友让我血月去钓鱼 打那个恐惧鹦鹉螺 你们确定我现在的装备打得过吗 行 我们去试试好吧 真的是 不给你们露一手 你们都不知道我有多菜 顶着寒风暴雪 在这里钓鱼 还是血月 就是为了满足你们变态的嗜好 我靠 好恐怖 哎呀哎 哎呦哎呦还会蛇皮走位 玩玩玩玩哎呀好险 差点被他怼死了 鱼儿童 我就是为了打这个的吗 真把我当钓鱼佬打发了 冰霜巨人又来了 我还正好没血了 找你你不来 被高一点 血月的小怪好硬了 我打都打不动 我连小怪都打不动 还能打boss吗 你们确定吗 哎呦我怎么进来的 难道这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哇咖 我满血被他秒杀了 他顺带把巫师也连累了 好个小丑 什么东西跳过来了 哇 塔塔牙齿炸弹 牛 捡了一个连性绷带 还可以 我被小怪杀得反复去世 还打恐惧鹦鹉罗 还是来地下避烂吧 至少这里没有小丑啊 什么塔塔炸弹 多挖点山桶矿先 等我把装备搞齐了 再上去跟他们死磕 哎又掉一个抛光剂 女尚为我们又带来了一个喷漆器 我们现在就差一个水泥搅拌机了 我这个屋子造的离这个陨石坑太近了 这个陨石老是欺负我的NPC 我们把这个陨石坑稍微修整一下吧 OK 修整完毕 一颗不剩 就剩一瓶洞穴探险药水了 我们多准备一些 然后去地下多挖一点山桶矿回来 先随便做个15瓶先用着吧 这药水用了下面的矿真的是一目了然了 应该早点用的 不然我也不会找那么久的矿 挖到了一些山桶回来了 我们先做一点山桶钉 哎 这里还有一个山桶针 放下来看看 可以做山桶套 先做一个山桶的钻头 不够了 还得去挖一点 发现一只野生的神圣宝箱怪 哦 好快呀 飘来飘去的 哎 不许我们可能要多打一些血腥宝箱怪了 我们要刷那个指关节 很关键的一个道具啊 哎 它怎么不出来 哎呀 这一口咬的血有点多 这门老是 变成箱子在那里 好 死了 荧光钩 带上看看 哦 好长啊 这个钩子 可以可以可以 很好用啊 真不错 哎 我又饿死了 你说好好的跟饥荒连什么洞啊 山桶够了啊 我们做一个山桶钻头 好 然后我们最后再去挖一点金金矿就行了 还有小伙伴跟我说 巫医那里会卖一个翅膀 哇 这什么 这么粗 我去 吓我一跳哦 还来 哦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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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圆不断 圆圆不断 哦 还有 还有 我的天 地表就已经这么危险了吗 原来树妖在肉扣就卖火焰花的花盆了 那我们买一点回去 嗯 巫医这里没有翅膀啊 是要什么特定的条件下才有吗 我们再多挖一点钛金矿回去啊 干一碗粉 继续 差不多已经挖的够多了啊 挖完这一组我们就回去了 我们先做一个钛金熔炉 好 然后做一点钛金钉 OK 然后做一个钛金针 诶 怎么没有钛金针啊 都是钛金的装备 哇靠 原来三同对标的才是秘营 我还以为是钛金呢 害我费了那么老鼻子劲去挖钛金 总算把冷鞭给做出来了 我们把冷鞭敲一下 居然是白板的 迅捷 传奇 第二下就超出了传奇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你们懂的 有很多小伙伴给我留言说想看联动的召唤杖 阿比盖尔之花 我在这里建了一个墓地 但是我等了好久 都没有看到有花苞长出来 不知道是我操作有问题 还是怎么回事 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给我弹幕评论留言 还有的小伙伴提醒我做一个宝袋 需要骨头 然后丛林包子 还有这个暗影铃片 然后来恶魔祭坛这里合成 虚空袋 还有一个虚空保险库啊 这是一套的 我们先把保险库放下来 这个相当于一个箱子 哦 好炫酷 就像一个额外的猪猪存钱罐啊 这样包裹空间就多好多了 感谢小伙伴的指点 感谢 这期虽然没有打boss 但是那些精英怪 个个都像boss一样难打 下一期开始 我们就要重点去挑战肉厚的各种boss了 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